Stradic這本琴書除了練左手手指之外 其實還有四樣東西可以練 今集我們會看看哪四樣東西 但未講之前很歡迎大家來到 欺揚藝聲的葉紹希樂團的全職小提琴手 在這個頻道我會講解拉奏小提琴的技巧 利用這些技巧我們可以拉到很多好聽好玩的歌曲 上兩集我們講Stradic怎樣能夠令我們的左手變得靈巧 大家可以看看左上角按進去之前那兩集 但除了練左手其實還有四樣東西是可以練得到的 第一樣就是左右手的配合 比如手腕換言的動作和左手手指 這東西是要配合 意思即是譬如你一直拉開A弦的 某一兩個音要在E線或者旁邊的D線 到底你能不能夠左手按D線的時候 同一時間你的右手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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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因為右手的換言相對於左手是沒有那麼直接 因為左手的手指只是負責開合 在這個時候右手換言 初學者很容易會用整隻手臂去做這個動作 但其實換言這個動作是不需要用前臂的 在Stratik這本練習曲裡面 在第六版 專門有兩頁的練習 讓大家熟悉換言的動作 他一開始就已經寫明這個換言動作要盡量利用手腕 千萬不要用前臂 當你練的時候你會看到前臂是會動的 但只要你問自己 動的動作並不是由前臂去做出來 而前臂的作用只是順著手腕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算前臂一點動是不要緊的 千萬要避免的 留意的就是不要 拉的時候你發覺手肘是上下動動很重要 我自己拉琴就是 整天提自己 那個手臂 是要低過手腕 手肘固然要低過手腕 如果你的手臂是跟手腕平排 甚至那個手肘是避免的 這個是 在拉小替琴來說 會浪費很多力 浪費很多力之餘 例如你會做那個換言動作是不平均的 某些音你會出得到 但某些音你會遲過左手 你總會是 好像 說話 就是 手腦不協調 這樣 所以 由慢練起 首先保持那個動作 是 平穩 不要很突然 第2樣就是 把位 我們一開始學琴學第1把位 通常學完第1把位之後 就會學第3把位 練習曲那裏 例如Walford 你學到book 2 一開始他已經是 有一條 一手是用第3把位所寫的練習曲 但是你單靠 連Walford 去掌握 第3把位 其實是不夠的 每一次我們學一個把位 其實都是要 熟習 一種新的感覺 你的手指 要 慢慢適應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 掌握這個新的把位 掌握得好的話 應該是要用 Stradic這本琴書 很多時候 我們 學習 這些練手指的琴書 譬如他和 Savchik 我們很少 從頭到尾整本 練習的 但其實 Stradic這本琴書 他也是專門 有兩把 是 練 三把 其實是每一個把位 他都會練得到的 所以 如果 先生剛剛教了你 三把位的 或者你自己 是想 對這個把位 熟一點的話 你又是可以 用這本琴書 那麼 你拉這個琴 你拉這個練習的時候 盡可能 不要 在那個 那份譜那裏寫指法 因為這樣的時候 不多不少你會依賴了那個 指法的數字 你應該是 知道自己是在三把位 然後 慢慢去 拿那個感覺 你應該是做到的是什麼呢 你應該是 譬如 你一看到這個音 看到譜上面某個音 你知道這個練習是在三把位 你一看到這個音 你應該立刻 問自己 究竟 哪個手指 我有感覺 或者 那個感覺是 那個感覺是怎樣 到底 負責 按 這個音 的手指 他在按的 那條言 是什麼言 到底是 最幼那條 還是最粗那條 你要利用所有這些 肌肉的感覺 去 令你 掌握 這個把位 那些 在指板那裏點圖改譯 這些方法 是沒有用的 到底你是要靠 聽音準 然後 你的左手的感覺 你要把 你的音準 腦裏面 你覺得那個音準 就是那個音準的概念 以及你的左手 那樣 那個感覺 是連在一起 這樣才能夠 令那個音準變得 穩陣 亦都是用這個方法 才能夠 學 得好 一個把位 還有什麼可以練呢 就是 換把 我們不會說 一首歌 只是用一把位 或者只是用三把位 或者只是用五把位 這些把位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有時出於實際需要 我們 如果不換把的話 我們拉不到 很高的音 所以我們才有換把 由一把位 移到三把位 第二個原因 就是我們想要一些 特別的音色 譬如我們很喜歡 G線 很紅壯的音色 但是我們知道 G線如果在一把位 最盡我們用了四手指 只是去到第四個音 如果計算空言 第五個音數 我們再要上 在G線上其他 拉到G線上其他的音 我們一定要用換把 我們一定要換去另一個把位才行 所以 換把也是 另一件事 我們 需要 掌握 在 Sradic這本琴書 亦有 很多換把的練習 譬如 大家看 十六頁 他 這兩把 就是 講頭的三個把位 然後 然後 他之後 有一些 頭四個把位 在這四個把位 不同的 很短的練習 他不會說一定是由一到四 有時是二到四 有時是反過來是由四到二 即是換把 不一定是換上 有時是換下 那麼 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 我們 之後會講 但是 如果大家想 練 掌握換把 這件事 Sradic這本琴書 是很好的 他亦可以幫你練到 最後一件 我們說的 Sradic能夠幫我們練到的東西 是 好幾樣 眼 眼 手 兩隻手 和 心 或者腦 的配合 我們 看到一個音 或者看到一堆音 大家 左右手有觸 其實我們幾樣 我們好幾樣 做的事都不同 我們看譜 然後 左手負責按音 右手負責拉 然後耳朵負責聽音準 如果我們能夠 把這幾樣感覺 配合得很好的話 其實 就 我們拉小提琴 就沒問題 在這本練習曲裡面 就是 就是 很多時候 當去到後面中段的時候 其實 就是在練 不知不覺 是在練我們 幾樣 左右手的配合 手腦的配合 眼的配合 耳朵聽音準 是不知不覺的 還有 譬如 我們 練不同的弓法 練不同的弓法 如果大家覺得 之前我所說的話 四個音一弓 十六個音一弓 八個音一弓 這些都不是很難的 試一下 考一下自己 試一下五個音一弓又如何 你看的譜 那些 音的 組合 通常都是 四個一組 四 八 十二 十六 全部都是四的配數 但是你試一下如果你用五個音一弓去拉 你立刻 你的眼睛要多看一個音 連後你的手又要多拉一個音 因為你一直練是四個音一組 或者你的耳朵習慣了四個音一組 你會立刻 有另一件事要適應的 但是如果是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會能夠 既令每一 這幾樣感覺 連在一起 同一時間你也是能夠令 左右手 或者你的 眼和耳 都很獨立 不會那麼容易受 另一個影響 不會說因為譜的音是四個音一組 四個音一組 所以你拉琴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 速度 攻速 是跟了 這個譜上面的四個音一組 總括來說 其實Stradic這本琴書 是一本很有趣的琴書 對我來說 也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 練一條 你練完一條之後 你會發覺 挺有趣的 原來我都拉得到的 你會 你會想練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覺得 夠了我的手已經很累了 你也可以 練兩個巴 或者練 兩條 然後你就可以 去練其他 練習曲 或者練你平時練的 Suzuki的 樂曲 你不會覺得 我一開始之後 我一定要練到 從頭練到落尾 要練完整版 完全是沒有的 你不需要 任何人 需要某個 先生 你才能練得到 只要你 拉的時候 你很小心 聽音準 其實 還有你有留意之功是否直 你的手是否放鬆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自己能夠練 左手的 技巧 所以 大家可以不妨 初學小提琴的朋友 多點去練Stradic 當然如果你練到你法國的手很痛 千萬不要繼續 但是 但是 用這個 用之前幾集 所講過的方法 慢慢去練 你是很 短時間之內 你會看到 你的音準 以及你的左手的技巧 進步 很明顯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是有用的 請你告訴你的朋友 給個like 訂閱這個頻道 下集我們再見